全真社報道 內地搜尋引擎百度開發的 來電攔截應用程式DU-COLAR 可以用逆向檢索功能 即是透過搜尋人名、機構名 就可以找到電話號碼 全真社在程式輸入警務署 就找到多個有關警務署的電話 包括警務署署長盧偉聰 搜尋保安局的時候 也找到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還有中聯辦副主任林武 亦有個人資料私人專員王繼儀 王繼儀被告知電話號碼的時候 表現惡言 解釋搜尋到的號碼 是十年前在律政司工作時的電話 現在已經沒有用 她警告 除非應用程式開發商取得當事人同意 否則開發商可能違反個人資料私人條例 又擔心這些資料會被誤用作騙案 我們很多現在說的電話騙案的源頭 都是個人資料的 然後才會引到一些人受騙的 你有個電話在這裡 它可以試的 可以找不同的人打電話給你 可以好像剛才你都提過 如果我再跟進一下 用你的電話之後 發覺還有其他的資料我都找到 這些資料可能是可信性很高的 全真社也發現 只要手機一下載和安裝程式 即使沒有同意它的私隱政策 手機的通訊錄、電話號碼等 就已經記錄在程式內 隨時可以傳送到百度伺服器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